分手当时就是没房 没房可能我就觉得我们家不同意 这个担心到底是你的担心 还是你父母的担心呢 当时反正我听到 我妈好像说了一句 什么都没有 什么东西 妈妈那句话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可能对她不满意 一个是她可能觉得她 就是不优秀 不好吧 妈妈有点发牢骚的一句话 发牢骚其实我也没感觉到 我只是觉得可能有点恶狠狠的 实际上你承认的一点 就是说你父母除了在意他离异之外 还对这个房屋的问题挺在意的 那么对于你父母提到要房屋 你才主动意识到房屋的重要性 还是说你和他认识这几年期间 你们也讨论过我将来可以没有房屋 或者我将来也有计划的买房屋 没讨论过买 然后就是说讨论住哪儿 然后他就是说住他哪儿 然后我就是说能不能买 然后他就是说买我买不起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过两年再买吧 好 那是你们初步达成的一致 当你母亲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为了加快进展 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没跟他提什么要求 没提房屋的事情 对 你说话能不能不两头堵啊 我就是天天念叨 就是说你有房子不行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他不想 他不想买 他不认为房子是个问题 好 那你告诉我 你让他拿什么来买房 我就认为这个是个问题 对 是个问题 怎么解决 你提的要求是什么 房很重要 没有房子 我父母就不同意 看不起你 不喜欢你 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候 你就回避呢 因为您说的这些 我没跟他提 我没提这些要求 你的原话是天天念叨 房很重要 这个要求比什么都大 或者其实吕律想问的是 关于房子这个建议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建设性的帮助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父母对这事挺建议的 我不是特别建议 但是我也不想住在你原来结婚住的地方 那你准备住哪儿去 后来他就说租房行不行 然后你怎么说 然后我就说 没听说过租房结婚的 这句话呢 是不是我自己的声音 就是当时我问过我母亲 好像跟我母亲有个对话 当时她说了一句 没听说过租房结婚的 那你有关系吗 那我不亲口 你看她怎么说 你的本意到底是什么 我当时我记得 我也问过她 那个租房租哪儿啊 就是什么地儿啊 然后她也没反应了 就是没有下文了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你的声音是什么 我的声音就是我问她 那租哪儿啊 意思就是你可以接受租房 意思是我得先知道 她租哪儿啊 大海老师 如果你的女朋友 要问这样一句话 租哪儿啊 你会认为她什么意思 她实际就是反对租房 如果现在男方明确告诉你 咱俩租房结婚 但是短时间的不买房 过两年再说咱俩钱 这样的男友我不要 你同意吗 这样的男友我不要 你现在你想 你想告诉我们 找到这个男人之后 首先你得给我好 其次你得答应 尽快买房 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 然后呢 如果人家男方不答应 不行 你必须得答应 而且还必须得 你现在就是这种态度 这种态度太无理取道了吧 可能您说的原来的 是原来的我 我就说现在 我就说你现在 我不是您说的这样啊 因为现在 我有我自己的房子 我可以自己说的算了 你再次之前 给男方表达过 这种态度吗 我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房子了 房子已经不是问题了 然后呢 她怎么说的 她说哦 在哪儿啊 多大平啊 就这样对话了 你说这个话 分手之后说的 分手之前说的 在我们俩争吵的时候说的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前男友 你别那么多 是这样 如果她分手之后又得到了房屋 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明白了吗 是在她分手期间得到了房屋 既然有了房屋 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还要分手 但是她不认为她分手了 这事您一定要提醒 我们就要讨论 什么原因 把你男友吓跑的 你能够同钱吗 就是因为一个我老说她 第二我老数了她 第三我老给她太大的压力 没有帮她分担 所以她跑了 叔叔阿姨您好 您好 您好 刚才女儿在场上 说了很多的话 您听到了对吗 我听到了 女儿刚才说的这些话 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也奇怪 那这房子为什么会导致 他们俩分手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而且我一直认为 主要男孩子对您好 其他的真的不是问题 您觉得女儿是误会了 你们的意思吗 我觉得是 跟女儿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误会 您愿意来跟我们说一说 聊一聊吗 我不愿意